香格里拉不是那么容易到达的 躺平百烂 香格里拉就永远只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中 任凭去喇嘛庙里烧多少香油 也一样换不到前往那月的车票 坚持劳动 在那汗水浇灌过的土地上 我们站立的土地就是香格里拉 大家好 我是郭言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巴扎西藏自治区纳区市深渣县下面的一个乡 它位于拉萨的西侧 日喀泽的北面 截至2020年 巴扎乡的登记户籍人口约为2000人 在藏语里头 巴扎是盐碱地的意思 而它所属的深渣县 则是洁白无瑕的盐巴的意思 光从名字上就不难听出来 想要在这里发展种植业 无疑是很有挑战性的 所以长期以来 迅速业始终都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得益于我们国家的扶贫政策 深渣在2019年12月 终于摘掉了贫困线的帽子 当地的适龄儿童入学率 和农村合作医疗参与率 也达到了100% 我很早之前 就酝酿着 要给西藏那边捐赠几间 石榴子爱心书屋了 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 所以一直耽搁着 今年5月西藏的第一颗石榴子终于落地生根了 而且就落在巴扎的盐碱地上 我们的石榴子为巴扎5个行政村木家书屋进行了改造升级 在书屋的室内铺设了木地板 刷上了乳胶漆 改善了书屋的环境 还配齐了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打印机 报纸架 和加湿器等办公和生活用品 提高书屋的信息化水平 也配备了羽毛球等文语用品 拓展了书屋的使用功能 同时 我们的石榴子还为巴扎乡文化服务中心的木家书屋 捐赠了30本笔记本 现金5000元 在本次活动中 石榴子书屋 共计给巴扎捐赠了价值8.12万元的物资 钱不算多 但也算表达了我们的一点心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 这次的爱心书屋活动 是在当地政府同志和热心朋友的鼎力支持下 才得以顺利开展的 我很感谢他们的帮助 要是没有他们的话 这件事情光靠我自己 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成的 在藏传佛教中 有一个这样的传说 在西藏西部的钢底斯山脉主峰附近 有一片神秘的世外桃源 名叫香巴拉 香传香巴拉曾先后由32位国王统治 香巴拉不仅是藏传佛教所说的神话世界 也是十轮佛法的发源地 因此他也被一些藏传佛教的信徒当作是理想净土 极乐世界和人间仙境 关于香巴拉 有一种说法是 香巴拉将会诞生一支伟大的军队 在未来的某一天 羁绊黑暗魔王 解放全世界 并把人类领入黄金时代 比起香巴拉这个名字 很多人更熟悉的 或许是他的另外一个称谓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这个说法 最早出自于英国小说家 詹姆斯·希尔顿 于1933年出版的著名奇幻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 在这部小说中 希尔顿描绘了一个 令无数西方人为之心持神往的 世外天堂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线》的故事背景 设置在了20世纪30年代初 主要人物分别是 四个英国驻印领事馆的 领事康威 护领事马利森 传教士布林克洛 以及美国人巴德 他们所乘的飞机 在喜马拉雅山一带意外失事 身负重伤的飞行员 在弥留之际向四人交代 你们想要活命 就得找到香格里拉的喇嘛庙 听罢之后 在强烈求生欲望的驱使之下 一行人翻山越岭 跋涉了一天一夜 最后穿过一片云遮雾扰的茂密岭海 终于在一个山谷中 找到了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小说中的香格里拉 是以一座喇嘛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这里居住着以藏民为主的几千人 当地的宗教氛围非常宽松自由 除了信奉藏传佛教的信众之外 儒、士、道等宗教流派 在香格里拉也很流行 香格里拉的物资供应充足 当地居民的精神面貌饱满 道德水平也显著高于外面的世界 更让私人嘖嘖称奇的是 生活在香格里拉的老百姓 普遍都非常长寿 百岁长者比比皆是 而且这些人看上去还都很年轻 据说整个香格里拉年纪最大的 当属喇嘛寺里的大喇嘛 他已经活了整整250个年头 治理香格里拉的时间也有一个世纪了 这样神奇的景象 四个英美老外此前哪里见过 英国领事康威 因此很快就被香格里拉的超凡魅力 给深深吸引了 在这里居住的日子 康威经常会和大喇嘛交流 包括宗教和哲学问题在内的经验心得 大喇嘛觉得这个异国的年轻人不得了 认为他在肉体和心灵上 都能和自己建立起共鸣 为此甚至还有意将他选为自己的继承人 承接他的衣钵 继续统治香格里拉这片乐土 虽然这四个人都为香格里拉所着迷 但他们的关注点却是不一样的 康威沉迷于香格里拉的安宁平和 布林克洛希望能在这里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 巴纳德深陷香格里拉的黄金财宝 无法自拔 这三个都不想离开香格里拉 一线人之中只有马利森不愿久坐逗留 因为他在英国还有个未婚妻等着他 他得早日回国 但是考虑到从香格里拉到英国行程遥远 而且一路上危险目测 不放心一人上路 马利森最终以大喇嘛为要挟 强迫康威和他一起离开香格里拉 神奇的是在跋山涉水艰难闯过无人区 从藏地来到汉地之后 康威对于香格里拉的一切记忆却莫名消失了 而马利森也在路途中离奇染上了重病 还没等到走出中国就客死在了他乡 到头来只有康威一人坐上了返回英国的邮轮 旅途中听着肖邦的钢琴曲 康威突然又恢复了对香格里拉的记忆 但这种渴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却让他感觉更加痛苦 最后康威在万念俱灰之中独自离去 从此音讯杳无 而消失的地平线的故事也由此结束 以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眼光来看 在西方人的视角下写出来的消失的地平线 读着多少是有点怪怪的 但不能否认的是 无论是消失的地平线也好 还是希尔顿根据香巴拉所创造出来的香格里拉 这个概念也罢 他们都曾在西方世界引发过巨大的轰动 光是小说本身就卖出了几百万本 成为了20世纪最具人气的小说之一 而且小说后来还被美国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改变成了同名电影 同样名利双说 消失的地平线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占了时代的便宜 震荡了全世界的大萧条 余波未散 20世纪30年代初的西方仍然被绝望的氛围所笼罩 资本主义颓势近险 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 落寞迷茫 郁闷和伤感 是这个年代的西方人 尤其是小布尔乔亚们的常态 因为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沉重引力 所以这些人纷纷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文艺作品中 试图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 消失的地平线和香格里拉这个概念的出现 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九汉逢甘陵 这些西方人眼中的香格里拉大概就类似于我们心中的桃花源 而且催化这两个概念在文学作品中诞生的时代背景也很相似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在东晋末年写的 魏晋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经称他上是相当糟糕的朝代 但这一时期魏晋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糟糕 公元420年流域篡记 东晋末代皇帝进宫帝司马德文先被废后被杀 在时代的狂涛巨浪中 陶渊明这孤孤单单的一夜扁舟身心俱疲 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改变这纷乱的世道 只能通过文字去创造一个安静美好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并将自己的理想和情操寄托在这里 不过虽然消失的地平线和桃花源记 都是诞生在铁锈时代的避难所文学 但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而不是希尔顿所创造出来的香格里拉 因为桃花源至少还能给我一种家的感觉 至于香格里拉无论怎么看 都不过是西方白人开的大酒店吧 我自始至终都很反感那种 把西藏这片土地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人 当成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的言论和做法 并且还美其名曰保护当地特色 保持原生态 不要让俗世的物欲横流 污染了这片精神的人间净土 一边坐在星巴克里吹着空调喝咖啡 一边对着社交媒体上疯传的 所谓西藏消失了的无病声音 痛心疾首 我不觉得这种厚此薄彼的廉价感慨 能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什么帮助 别人不肯按他幻想出来的那种生活方式 去过日子了 他就觉得天都要塌了 这种人说到底无非也就是以保护之名 行奴役之实罢了 说白了 香格里拉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突兀的 总立在西藏严谨地上的豪华五星级大酒店而已 酒店里头的和外头的景色截然不同 住在酒店里的人和住在酒店外头的人的精神面貌 也迥然相逸 那些人之所以选择入住这家大酒店 完全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 一边享受着温暖干净便捷和舒适的现代生活设施 另一边又能安全的在近距离观察 原始猎奇神秘又粗犷的抑郁落后风貌 你要让他们走出去体验一下真正的西藏 过一过广大西藏人民每天所过的日子 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什么时候他们要是鼓起勇气 迈开金腿 走到酒店之外的那个西藏去了 那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富里堂皇的布达拉宫 和各个喇嘛寺之间来回转转 又或者是跑去景色庄里的冰川和湖泊 留下几张美图之后的自拍 至于像巴扎这样的地方 虽然他也是西藏 但这个西藏是绝对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更别说还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 这种所谓的关心和保护 跟动物园游客隔着厚厚的玻璃 看星星看猴子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真那么在意西藏 为什么见不得这片土地摆脱原有的落后面貌 为什么看不惯生活在这里的百姓 过上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现代生活呢 所有抱有这种心态的人 说到底和希尔顿笔下那个英国领事康威 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你一个外人 一来到香格里拉 这里的最高统治者 就被你身上散发的那股子圣人气息给俘虏了 就心甘情愿的要把这颗明珠交到你的手上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是人 香格里拉的老百姓不是人 你是人 西藏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你凭什么以为你是最特殊的那一个呢 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世外天堂 就是等着你去发现你来守护的 你问过人家藏族民众的意见了吗 一个平时喝惯了咖啡 吃惯了面包 在工作和生活中 一碰到点困难 就嚷嚷着要远离尘销 跑去拉萨净化心灵的人 有什么资格替人家哀叹这个抱怨那个 明明自己也是个被压迫者 这偏偏总喜欢站在殖民者的视角 去俯瞰云云众生 我觉得这种程度的精神污染 光靠喇嘛庙里的香火是净化不了的 世界上哪一座宗教庙宇里头的经文和圣水 也拯救不了 根治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劳动 我做自媒体 算算也有些年头了 这些年来累归累 但要说一点钱没赚到 那肯定是在骗大家 大富大贵虽然不至于 但是补贴家用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我这个人的做事风格 经常关注我的粉丝都知道 再加上又挣了点 所以一直以来 我在平台上总是能收到各种各应我的私信 说我发爱国财 说我吃红饭 当初第一次看到这种言论的时候 说实话 我的内心是感到非常委屈的 做这行想挣点钱有多难 只有干过的人才知道 而且我一没骗 二没抢 不偷税 也不漏税 挣得干干净净 花得清清白白 中国的哪条法律规定 不许这样赚钱吗 还是我们的道德准则 不允许我们长一颗红心呢 既然都没有 那我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无端指责呢 因为觉得心里过不去 所以我也曾经萌生过这样的念头 要不就这样把这个担子给卸了吧 去青海散散心 到西藏养养神 把负能量都排空了 再回来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但我终究还是没有这样做 我还是将满口的碎牙 就着鲜血 咽了下去 我的心里还是过不去 但我学会怎样去屏蔽那些 我左右不了的负面声音 那就是劳动 努力的劳动 积极的劳动 忘我的劳动 让劳动中产生的疲劳感 和劳动后带来的满足感 消耗掉我原先用来胡思乱想的经历 起初我这样做是为了逃避 可渐渐的 我从持之以恒的劳动中 领悟到了新的东西 因为我的劳动 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 因为我的劳动 凝聚在我身边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 因为我的劳动 我终于可以把十六子书屋 这项爱心公益活动 当成一份事业 推动下去 而不用再为五斗米的匮乏 面露蓝色 虽然直到现在 我也还是没有什么机会 到拉萨去点一份香油 但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 已经比之前健康多了 是不是完全得到了净化 不好说 但肯定不会动不动 就想着毁了我的一切 就这样永远离开 到头来 香格里拉也好 喇嘛似的香油也罢 他们其实没能治好我的精神内耗 真正把我从无边黑暗中解放出来的 是巴扎的十六子书屋 是辛勤劳动之后冒出的汗水 我今天之所以 跟各位同志和朋友说这些话 除了是想表达这些年来做自媒体 做公益活动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之外 更多的其实还是想为大家展示一种看待生活和工作的传统视角 我知道好多同志和朋友 尤其是年轻的同志和朋友 对于如今的工作和生活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怨情 不是对这个不满 就是看那个不爽 但是苦于自己势单力薄 又狠不下心来就此拂袖而去 就算一时搂不住火拍拍屁股走人了 日后还是因为肚子里咕咕作响 而不得不再次为五斗米遮药 乌漏偏逢连夜雨 现在又是经济下行期 好工作更少了 找工作的人却更多了 压力越来越大 收入却始终不见增长 虽然烈火烹油的房地产市场温度早就降下来了 但眼下正的这点工资 距离买房却还是有着几光年那么遥远的距离 因为依靠个人努力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 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所以这些年社会上流行起了一种佛系的生活教学 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现象 还在舆论场上催生出了躺平和摆烂这些网络热词 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 不违反公序良俗 任何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一种自己觉得适合的生活方式 我对此从不怀疑 只是我并不觉得佛系哲学和躺平百万 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内耗的困境 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物理学中有一条商增定律 我把这个定律理解成一个池塘 池塘里头的水一开始很干净 但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越来越脏 直到最后水里养的鱼全部死光 池塘沦为了蚊虫马黄和癞蛤蟆的失乐园为止 想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就必须经常清理池塘 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帮助我们 清理池塘的工作肯定是费时费力 而且有时候就算我们打扫得再干净 也还是免不了会有几只癞蛤蟆跑过来捣乱 而且有时候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就足以让我们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 那怎么办呢 答案是继续劳动 别管它是癞蛤蟆还是狂风暴雨 只要看到池塘脏了 我们就应该去认真清理 直到它再一次变得干净为止 自媒体行业现在同样是一派萧桥 不论是抖音也好 B站也罢 我喜欢的内容创作者 现在还在按时更新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清理池塘的人越少 池塘就会变得越来越脏 我现在还在认认真真的出长内容 不仅是为了养家 其实也是在清理池塘做减伤运动 累固然是累 但每当想到我们的石榴子 在巴扎的盐碱地上也能生根发芽 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或许在冥冥之中 这就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吧 但是我不希望这条路上 只有我一个人走 我希望大家也能加入进来 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话 我的角力就是再好 也一样到不了香格里拉的 香格里拉不是那么容易到达的 想要找到这片人间乐土最好 同时也是唯一的路径就是劳动 躺平百烂 香格里拉就永远只存在于我们的幻想中 任凭去喇叭庙里烧多少香油 也一样换不到前往那里的车票 坚持劳动 在那片被我们的汗水所浇灌过的土地上 我们脚下所踩着的就是香格里拉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